今天我们来到一家以用石灰石过滤的水来酿造威士忌和佛特加 并且拥有自己餐馆的这么一家酿酒厂在阿姆斯伯格 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一只狼头和它的产品 这只狼头这是它公司的一个标志 它的名字呢叫Wolfhead也就叫狼头 好左边是威士忌 它有咖啡味的威士忌非常有名的 然后这一款呢是原味的 我今天尝了挺辣的 40度的酒精度 这些呢是佛特加 那款粉色的是柚子味的 它还有香蕉味的 柚子味的我比较喜欢 有点甜 35吧 35的酒精度 那些小门是骑车间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收银台 收银台比较有特色的 咱们待会再说 现在我们镜头里看到的是 它因为这是疫情啊 带来的一个新产品 叫消毒液 这款小的 三块钱 这么一瓶 新闻里报导过啊 4月3号免费提供消毒液 这是温莎之星的一个新闻报导 那这一款小型的呢 它最大特色就是用有个喷头 比较灵活喷 然后呢又比较方便携带 再一个呢 它可以灌脏 我们让建瓶给我们示范一下 喷起来还是很灵活的 就是特别好用 感觉质量不错 这一罐喷完了嘛 我们再回去灌脏 灌脏的你可以自己买 Costco那个很便宜的 它也提供大瓶的 这个四身账的 甚至有个大通账的 非常大 企业用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它原来那个大一点的 是怎么样的样子 就是它这一款是最新的嘛 原来它只有两款瓶账 这个镜头里面的 看到这一款 这两款是原来的 好 这个是当时新闻报道 很多车辆排队在领取 我们再去它的餐馆看看 建瓶再看它餐馆里的壁画 这个壁画上有个船看到了 船上装的是酒 船尾的字 和他家收银台上的字 一模一样 这个字呢 Rum Runner指的就是 在1920年 1月25号开始到1933年 美国禁酒期间 他们有很多的人 就是走私酒吧 加拿大的酒 说是我要出口墨西哥 但是呢 它是走私到 给美国 水面的走私特别多 船停在水面上 等着美国人来接获 这个有一段历史的故事啊 来的时候可以仔细的 跟工作人员询问一下 然后这边呢 除了吃饭呢 它还可以提供给咱们进 它的车间 蒸留的那个灌装车间 进行参观 它收费呢 是12块一个人次 然后你如果不进车间 广市品酒呢 是6块钱一个人次 它这套的设备 我看起来好像 还很高档的 就很精致的那种 不过对酿酒 我倒是也不懂的啊 蒸留酿酒的 灌脏 这个流水线 好 我们再看到的是 它的一个吧台 它这个菜单还满满当当的 其中有一个菜 你必须要尝一下的 说是它们的特色 叫炸蘑菇 平时我们吃的都炸薯条 它这边是炸蘑菇 那么明天开始 7月3号 它在露台上对外开放 来的时候呢 可以坐在露台上吃饭 一桌呢 不超过六个人 如果超过六个人怎么办 两桌 它周边环境呢 说实在自然环境一般 但是那个酒桶 还是蛮壮观的 我们镜头里可以看到 很多项目桶 如果你要进到这个 Building里面去啊 这边是它的停车场了 这个Building里面去呢 还是需要戴口罩 停车场的车位啊 非常的多的 这个Wolfhead看到了啊 那个店名在这个 他们的楼上面 房子上面 好 看看它的停车场 4月份的时候 这个停车场 以及到他公司来的那条路上 还那一天啊 4月3号那一天 还真拍的满满当当的 从照片 新闻的照片上看到 今天还是很空的 偶尔会有一个两个车进来 这个车开过来的 这条路呢 就是他们自己公司的路 好 我们温莎来的时候呢 你就要看到它的广告牌 长这个样子 在路边就能看到 温莎来你就 这一条路呢 是他公司里的啊 温莎来就从那个方向 旗子的那个方向 9号公路直接开 就是 然后看到它的旗子 写着Open 那就说明它是开张的 然后 这个是 广告牌 又看到了 非常的显眼的 这一条路呢 就去公司 这一条路呢 就是到他公司里去的路 好了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段 一小段啊 是介绍它 五分钟车程之外吧 有一个葡萄酒厂 它呢也有餐馆 到时候也可以一并 一块玩掉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alp 好好好 然后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